拉面的做法步骤 1.取一个干净的盆 不要有水珠 饱面放进去 2.温水中加少量的盐 溶匀后慢慢淋入面中 边倒水边快速用快的画面 3.直到没有干面 4.合成团 5.略揉几下额 盖盖写15分钟 如果面太硬 揉不动 可夹盖10步 6.再略揉几分钟 再写30分钟左右 是室内温度而定 温度低就是肩长一点 7.将形好的面揉成 8.切断 每一段都来回搓几下 不至于有棱角 9.将小面段放在面板上 10.放适量油 用手掌第一步 油下纸上推出去 使面段展开 11.翻面 同步骤11 如果低面油太多 背面也可不放油 12.这样一块块面饼就做好了 放入揉面的盆里 加盖静置 直到煮面前 那个时候 面饼就吃进油了 比较好拉扯 而且不沾 13.锅中做水烧开 将面片拉伸长 略倒动 14.从中间撕成若干条 一起下入锅中即可 用筷子搅动 不沾 15.将面条煮熟 盛在放入香菜 葱花 盐 未经沏好的面汤里即可 第二种吃法就是过凉水 切黄瓜丝 蒜木 拌着吃 有点好 有点好 有点好